Hello 大家好 我是來自GORUS TimePX GDC4的小剛 我們又見面了 那今天小剛就帶著自己的這個綠水鬼 進攻SECLE 5 SPORT的這一款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我個人還是蠻喜歡的 這個因為看起來比較高高在上 比較霸氣 因為那個表圈你看那個抓的那個 凹槽的那個那個部分 是比較尖的那個刺 這個我個人非常的喜歡 這款SPB191的這個SHORE GUN 將軍這個款式 那在影片開始前先感謝一下 馬來西亞吉隆坡這個Mid Valley 介紹剛拍攝這支手錶 如果對於這支手錶有興趣的地方 大家可以到這個SECLE的Boutique這邊 Mid Valley可以去看一下 詢問一下 那這支錶 如果你是想找一些那個 那大家也知道Root門可能那個質感來說的話 就比較那要求不能太高 那如果你不要太沙雕的話 你想找一些那個握在手上的那個質量是比較好的話 這個SHORE GUN其實我還是一個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一個款式 今天要講的這個就剛小剛提到SPB191J 這個Mid in Japan 日本製的這個款式 那很多人不問小剛 大家也知道了 如果要說到稱號 這種民間稱號最多的話 應該是非進攻莫屬 那因為SECLE進攻它有很多 大家也知道 Tuna啦 Monster啦 Turtle啦 鮑魚烏龜啦 這種武士啦 Marinemaster 大MM 小MM 中M 什麼M啦 來M啦 等一下 什麼M都有 不是來M就好 等等的 那SHOGAN也是不例外 那SHOGAN就是將軍 大家也知道日本這一種 很多人問小剛要怎麼區別啦 其實你最簡單 剛小剛有提到那個表圈的部分 你看到 他 因為大家也知道日本的那一種武士啊 傳統那種 他們的那一種 將軍啊 尤其是那種將軍啊 SHOGAN將軍啊 他那個造型服裝啊 都是比較有那種零零腳腳啦 非常有造型 非常的誇張 非常的霸氣的那一種 非常的那一種 很多那一種 很尖的那一種感覺 給人就是 那這一種很多零腳的那一種感覺 所以你看到他表圈啊 做得非常的尖 那個凹槽的部分啊 那個 抓的那個地方啊 那個表圈的部分啊 側邊 那你會看到 做得非常的有刺的那一種感覺啦 感覺就給人家刺刺這樣子 所以 這個呢 非常容易區別 這一款就是叫SHOGAN 那SHOGAN其他的歷史 可以追溯到大概零 回到2008年了 那時候SBDC啦 007啦 還是 都蠻有名的 那時候蠻出名的 第一代 那現在來到2020年 最近啦 就推出了這個第二代 那你看到這個表圈的部分 質感喔 小方完了之後 還是比入門的那一種 價位的進攻 來得好 而且這個手 握在手上的這一種 這個藍寶石的 這個 這個 怎麼說 它這個光澤度啦 就非常的通透 這個也是做的 比那些來得好的 手感質感都做的 是比較上層的 你會感覺到 而且 你看到整個表圈 就是用那一種鋁 不是鋁的那一顆 鈦金屬材質的 所以你看它 而且它是有做這一種 消光的那一種 那一種 視覺感啊 那一種 你看它那個表圈的部分 那殼的這個表殼的部分呢 也是一樣 採用這個 這個Dintenium 這個 非常輕的這一種材質啦 所以 雖然它是一個43.5mm的這個規格喔 但是這個重量是沒有超過100克 所以戴手上 我個人覺得非常適合 這個日常可以佩戴啦 因為你有時候 你一些比較厚重的手錶 你不能 你戴久了之後 可能你就不會時常每一天去戴嘛 因為它畢竟比較 可能戴的比較累 所以這一些 我個人覺得重量不重的 這一些非常輕的手錶 就很適合可以每天可以佩戴喔 43.5mm的這個表鏡這個規格 表耳到表耳也沒有超過51mm喔 都在51mm 非常適合 非常容易可以加以 厚度也在13.3mm喔 大概就13mm 以這個43.5mm的這個規格來說 這個厚度喔 我個人覺得做得非常的好 也是像ISO 這一種Diverse潜水200米喔 所以這個 在這個日用日常的這個 怎麼說耐用性方面呢 也不用擔心 那小幹有提到啦 這也是用的這個藍寶石鏡面 這一些 主要是這個重量非常的輕 那比起舊戴呢 它主要用了 舊款的6R的系列喔 也是一樣6R系列的機芯 只不過他改為了6R35系列 那主要它這個動力儲存呢 那6R35比起舊戴的6R系列呢 它這個 這個機芯的尺寸是做的 稍微薄了一點點 那但是主要它這個 動力儲存呢是 提升了很多喔 將近是去到70個小時喔 這個也是這一款最新的這個款式啊 那不知道今天朋友們喜不喜歡這個秀幹 這個將軍的一個款式喔 主要一個黑面 跟一個白面的喔 那今天就跟小幹分享了這一款 我們下期再見 我是小幹 拜拜